解脱到这一点 要记住这句话 不要再去想要抓住什么 不要想要再去贪嗔痴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是要进化了 千万不要再增加 最好放下 放下 所以我记得台湾九二一大地震 结果信徒 师父早知道那个房子就供养给佛教 你早知道没有了 地震一来什么都没有了 师父早知道股票好的时候 你贪嘛 所以我想各位 你看到的 你就做就好了 哪怕一块钱 哪怕你有钱你就多做 千万不要太会算 你算不了因果了 你现在就积极的去做 起需求是否只是一个要 希望自己不再执着任何东西 希望自己能够解脱 因为放下就是解脱 执着就是轮回 所以还没结婚了 到底要不要结婚 要不要结婚 要勇敢 不要 谈恋爱可以吗 废话不行 那哪里叫解脱呢 所以你要放下 那已经结婚怎么办 放下 用慈悲 用包容 用原谅 不要用执着 所以 有没有自己的钱 没有 你要想说 像我们出家人被供养 我们都跟另外一个出家人说 刚开始出家 这是暂时放在我这边的 清净的钱 这是三宝的钱 暂时保管 这不是我的 不能有个人财产的想法 这是我们出家人 当然 如果以解脱道来讲 没有个人的东西 如果你有个人的房子 对你就有伤害 所以有时候 你会觉得穷好不好 你快解脱了 像我们出家人 都会生在一个爸爸妈妈 没有感情的地方 不然出不了家 那个时候 你比较容易放下 所以 就是要去选择这种家庭 如果你太过于 太过于执着 你就没办法 第十 但是个人解脱 那是自私的 渺小的 那站在大乘佛教 各位 你只要放下就解脱了 念一下 万法皆空 所以也没什么好放下 不放下了 也没什么好叹诚识的 因为本来就是虚幻的 空的 所以 他也没有来也没有去 所以是诸法空向 所以你就安住在 应无所住的状态 金刚 应无所住 因为 随缘吧 佛教也不是叫你不要有钱 有钱 有钱 赶快去做功德 有房子 拿来拜佛 做佛堂 对不对 共修 但是不要认为说 房子是我的 你就不会痛苦 如果你认为说 这个是我的 你就会痛苦 我的老公 我的儿子 我的身材 我的钱 你就会痛苦 因为你有这个我 事实上这个万法根本没有一个我 你认为有一个我 这个我叫磨 烦恼磨 那你要把这个东西看清楚 请问身体是你的吗 没有 所以各位你不要觉得 我的手在痛 以后你要说 他在痛 要不要切掉 好 这样就好了 下次再换一只 一只就好了 但是你觉得 我的手 但是 特别女孩子很难 天天照镜子 我的眼睛 我的皮肤 我的头发 你快发疯了 你 各位赶快把镜子贴个观音菩萨 这样就好 你一直执着这个 对你会很伤害 所以就像莲花圣女 以前被他老公抛弃 他就去供养出家 法院 生生世世 皮肤像莲花一样 每个男人看到我 都要跟我做爱 这样 那叫莲花圣女 所以后来他成为一个大妓女 所以莲花皮肤漂亮的不得了 那时候后来就厌烦人间 要出家 这样 所以连出家都被强暴 所以因为他的业没有销 阿罗汉是断探成吃 没有销业 后来他是被打死 被提普达多一千大死 这样 那是因为他这个执着 让他这辈子非常的婚姻 他的女儿跟他的先生睡觉 他自己跟他的儿子睡觉 这样 因为他不了解 他很早就离家 离家做妓女 一个年轻的来跟他在一起 那么老半天他自己儿子睡完了才知道 是我儿子 他自己爱的先生跟他的妈妈睡觉 然后就乱的乱七八糟 因为以前他 他先生没有回来 有一次他心里变态 他就去做 他没有自己去做妓女 他就去做那个帮忙妓女的经纪人 是吧 给人家乱介绍 然后弄的弄的他整个 这一次的夜报就是乱七八糟 过来佛陀慈悲 派人去度他 这样 结果要度他 各位都知道 他已经决心要去佛陀的僧团出家 走在路边 天气热 天气热要洗洗脸 结果要洗脸 一看 我脸这么漂亮 怎么可以出家 这个叫自恋 那些戏人 女孩子很容易自恋 佛陀就赶快视线更漂亮的美女 来跟他聊天 聊一聊以后 那个美女就躺在那边烂掉 长虫 他吓坏了 就是事实上是佛陀的画现 让他觉得在美的里面都是不美的 不清净的 所以那一刻赶快让他出家 所以各位这一点 出离心 一直是想你到底什么放不下 这一点你要记住 你到底什么放不下 如果你修行佛法 每天拜佛就想要保护那个放不下 那你搞错了 我天天这样拜就希望我婚姻好一点 我天天拜就希望我不要得癌症 所以各位你要想说 得癌症能够让我解脱就得癌症 如果能够恢复健康让我利益重生 那就让我你都可以接受 得癌症也好 健康也好 这个都是修行 修行不是光这一世 不能执着这一辈子 无受者向 这一辈子最好来尝受所有的痛苦 这样最好 跟苦难来磨练自己 来累积功德 但是不要去追求世间的任何一点点快乐 记住 任何一点快乐的感受都是苦的开始 永远记住这句话 有受皆苦 一点点都不行 像我 我们出家来拿什么快乐 睡饱就不错了 吃东西 像今天中午我去吃 哇那个瓜子好好吃 摊了 老板哪里买的 老板说没得买 我们浙江带来的 师父你们要吗 明天我家再带来给你 我们叫摊 但是吃的时候就要想 愿众生吃到好味道 赶快骗骗自己转个念头 但是就不敢让自己贪在那边 但是你说不贪 你要懂得好吃 以后才可以送给别人吃 这样 而不是说我今天修解脱道 我就管它好不好吃 大家都吃大便好了 修菩萨道是 你要给别人都是最好吃的 所以你要去尝受过 你去尝受过苦跟尝受过乐 你都要尝受过 但是你如何让别人离苦的乐 乃至利用快乐引导他修行 所以如果哪一天你要谈 你要说好 我要去度他了 不是要去跟他谈 是我要去牺牲自己 去度他了 如果你这个动机还没话讲 如果你自己喜欢 那又琢磨了 所以这一点只有你自己知道 所以第十 无始竭来明我者 母重若苦我和乐 度托无边诸有情 菩提心是佛子行 所以我们已经了解 世间是夜暴轮回 世间一切都是坏灭苦的 所以我们要 终不退传解脱道 但是光你一个人解脱 太自私了 因为世间有这么多妈妈都没解脱 都还在受苦 所以你不能为了个人解脱 在这边努力 所以当下的这些旁边的妈妈 怎么度他们 怎么帮他们 所以各位千万要记住 你去吃饭 你在街上 走在旁边都是妈妈 你要怎么帮他们 佛法是在于利益众生的 一个根本的方法去找佛法 而千万不要说 我喜欢读金刚经 我喜欢读道次第 我喜欢念什么仪轨 都在为我我我 美其名叫大秤 事实上你是舍弃众生 在修佛法 那不行的 就像今天你妈妈得癌症 对不起我要读佛学院 我先去读回来再说 妈妈就这样慢慢病 慢慢病老死了 那个时候你要停止一切 妈妈就是你最好的佛学院 你好好的去照顾他 让他离苦 那个才叫佛学院 一只流浪狗 一个在在你门口跌倒的老人 你可能要照顾他七天 都不用上班 但是你不能舍弃他 你一舍弃他说 对不起我要去读我的佛经 我还没有读完 那这个东西不是佛法 因为你已经失气了一个 当下慈悲的姻缘 这个不对 所以第十就是说 所以你要去观察在你周围的 都是这些无死劫来 黏名我的这些父母 这些父母众生 如果他们当下还在轮回受苦 我有什么快乐 就像我们中午 我为什么要求各位去吃饭 我们晚上还要去那家吃 对不对 也不见得说很好吃 但是就一直鼓励他会 会更好的 明天会更好的 就是怕他倒掉 因为他是弄素食的 对不对 他有心要做素 而且离我们潮州会管那么近 所以那你要去想办法 用什么方法鼓励他 告诉他 怎么做怎么做 告诉他什么菜好吃 对不对 煮五道菜一定有两道好吃 对不对 这个可以卖 其他的慢慢怎么改 那你要融入于他们 所以你要研究 那你不能说 这个时候跟他讲 任严静有用 对不对 这个时候是以他为主题 怎么去做 所以因为他们为了生活 等他赚钱了 他更会来修行 所以就跟他说 你们最好初一时五都来炒州会馆 拿两盘菜来 供佛 对不对 自己也拜拜佛 以后再有时间做几个便当 然后去送给穷人 所以慢慢慢慢引导他 所以我要发愿 度脱无边诸友情 所以不是光度法国人 度华人 度自己的亲人 而是这个无量无边的友情众生 一定要让他们脱离轮回苦 成佛 以个人的解脱 变成大波涅槃 要所有众生都解脱成佛 马上转掉 各位你就不用去修自己了 这什么意思 当你慈悲众生的时候 你自己的贪嗔痴停掉了 而不是说 有一个讲法是错误的 等我正拿阿罗汉再来讲 这个是绝对错误的 无苦即灭到 根本没有一个我在贪嗔痴 这个轮回也是个虚幻的 当下把这个解脱这两个字 愿消三丈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不是讲你自己 愿众生 每次回想 我爸爸生病 赶快来回想愿消三丈 爸爸你不要生病 这个还不是大乘佛教 如果叫大乘是 所有众生都变成你的爸爸 你对你爸爸的这种绝受 我去爱所有众生 那叫愿消三丈 愿生西方净土中 不是念给你往生的妈妈 是因为你妈妈往生了 以对妈妈的爱来 爱所有的众生 那你要一直转化 这个才叫菩提心 所以 有解脱道 转入 菩萨道 对的是众生 所以各位 如果你修菩萨道 不要再管自己了 我觉得我怎么样 我怎么样 不要管这个 一切众生 为了众生 所以我要穿什么衣服 为了众生 我要做什么事 完全无我的 那你才会开智慧 有十个众生 让你开十遍的智慧 有二十个众生 有二十种智慧 这有无量无边的众生 第十一 念一下 满土自乐 众苦极 利益他人佛心生 承担他苦舍自乐 修交换世佛子习 第十二 彼虽贪到我生物 或使他人夺我财 由将生财三十善 修回向世佛子习 十三 我生缘我何过错 他人尽来断我头 于比阴身难忍悲 但受过世佛子习 十四 彼虽百般诋毁我 谣传二生变三千 由怀深切悲悯心 赞他得世佛子习 那各位念到这个地方 我现在要问各位 归义 各位确定归义三宝没有 确定 第二个 相信因缘果报 相信佛 对 确定不再造恶业佛 你要确定 这才叫读佛 反正不要说读完蛮好玩的 反正